下面我们来学习 第二个判断 纹压奥机管好坏的方法 这个方法我们叫做 载路测试法 我们在维修的过程当中 我们所面对的 也就是这个 在电路板上已经焊接好的 就是已经在电路板上的 这些纹压奥机管 比如说这个板子上面 这颗18伏的 这颗就是纹压奥机管 那么对于这种纹压奥机管 我们一般是采取什么呢 电阻测试法 就是载路测试法 拆下来比较麻烦 那么我们在路测试法 也可以比较简单 快速的判定它的好坏 我们根据的原理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它也是一整奥机管 奥机管里面 它里也是一个 里面是一个芯片 如果测试出来 它应该有一个压降 应该有一个压降 下面我们来看 首先 把这个外联表打到 奥机管档 红表笔 直接搭在这个电路板上 这个纹压管的这个正级上面 黑表笔呢 黑表笔呢 搭在负极上面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发现 这个窗口 外联表数字显示 0.68 这个是我压二级管的 这个正向压降值 也就证明 这个正向组织 是没有揭穿的 没有揭穿的 如果我们这两个表笔 搭上去 它马上显示0 它马上会报警 那就证明这个 V2级管已经揭穿了 百分之百是揭穿了 通过这个压降值 我们就可以判定 这个管子是好的 好 我们再看 这个一样的 红表笔搭在正级 黑表笔搭在负极 此时显示0.67 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判定 这个管子是好的 如果搭上去以后 它显示是0 直接处于报警状态 那么 这个管子已经揭穿了 必须把它换掉 这就是在路测试法 这个方法 我们也可以 进行 判定 在电路板上进行判定 就可以了 好 喜欢的 转发收藏 频道点赞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